继续来上课 上节课我们提到了从那个概率的角度来去批评这个DNA的转入翻译可以携带信息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Minor Smith认为的话其实如果你把DNA和RNA上的每个减辑位点当作一个信息通道的话 你是可以用上面的相同的信息商的公式对每个减辑位点可以传播的信息量进行计算 所以他认为这个反驳不成立 好那么我们现在讲了很多关于这个DNA是吧 它转入翻译的这个过程 这一个过程 那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得更宽一点 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基因组是吧 像是我们一个生命的密码一样 它好像是给我们的发育提供了一个程序 一个发育的程序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程序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隐喻 最开始是一个从这个计算机科学中借过来的东西 一开始我们说计算机科学当中有这个程序 你有了一个程序之后装到这个电脑上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么这些程序是由一行一行的代码写出来的 你把它写好这个代码之后这个程序才能运行 那么有人就经常会 你们那个读很多材料 你也经常会看到这种说法是说 这个基因是吧 它像是一个程序一样 像一个发育程序一样 那这种说法是合理的吗 我们可以把基因组当作是一个发育程序吗 那么当然有很多人来反对 第一个反对理由是说 其实基因本身是无法发挥任何功能的 它是需要核糖体 转运RNA等个设备 它才能够合成蛋白质 并不是说基因它自己就决定了 这个身体会变成什么样子 而是说基因要借助于 其他已经存在的一些东西 来去发挥它的功能 那么这种批评似乎意味着说 只有你一个东西完成了所有的事情 你好像才能成为那个所谓的一个程序 Minders-Smith的反驳是说 那电脑程序本身也是无法发挥功能的呀 你必须要把电脑程序 装到一个电脑硬件里面 它才能运行啊 你只有一个代码 只有一个程序 只有一个代码 你能做什么事情呢 你什么也做不了 那么但是我们通常不会觉得说 这个电脑程序里面不携带任何信息 似乎好像很少会这么认 我一般都会认为 电脑这个程序这一行行代码里面 它是储存着信息的 那么如果你接受这种观点的话 同样的你似乎也可以认为说 虽然基因它自己没办法发挥功能 它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设备 配合着它才能干一些事情 那这个时候 它和电脑程序的处境似乎是类似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来认为说 基因它不能成为 基因组不能成为一组程序 不能成为我们发育的程序 那么第二个反对理由是说 基因它实际上干的事情 只是指定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而已 但是它这个基因里面的 这个碱基的序列 它这个东西它没有指定 那个合成出来的那个钛链 它的三维折叠结构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生物体的发育过程当中 蛋白质它折叠成一种特殊的三维结构 对于它发挥功能是至关重要的 你只有一个钛链 这个氨基酸的序列是不管用的 是吧 你必须得让这个这样的一个氨基酸的序列 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钛链 它要折叠成一种特殊的形状 特殊的三维结构 只有这样它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很多的一些疾病 就是因为蛋白质发生了错误折叠 才产生的 最最出名的就是蜂牛病 蜂牛病 我们说引起蜂牛病的是一种 一种生物实体叫做软病毒 软病毒 但其实严格来讲 软病毒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 什么有个蛋白质外壳里面 有什么DNA和RNA的这样一种软病毒 所谓软病毒 其实就是错误折叠的蛋白质 软的话其实是汉语当中 对蛋白质的一个旧成 所以软病毒本质上就是说 蛋白质病毒 这个蛋白质像病毒一样能够传染 因为它一旦这样的一个蛋白质 它错误折叠之后 它有一种能力 就是可以引诱到其他正常的蛋白质 也发生错误折叠 可以变成跟它一样的 那么 回到这个发育程序这个问题上来看 如果发育所真正中专所涉及到的 是一个具有某种特定 三维结构的折叠结构的这样一种蛋白质 那基因其实是没有发挥什么 这么大的作用 因为基因它其实只是指定了 这个钛链 这个阿基酸 这个阿基酸的序列是什么 它并没有指定说 就是光看这个DNA这个序列 它本身里面的 简积这些序列 这些东西 你似乎找不到一个关于 蛋白质的三维结构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好像是这样的 你去读取这个DNA里面的简积序列 这个序列本身并没有告诉你说 这个蛋白质它最后会折叠成长什么样 这个信息似乎是没有被它 被这个基因所编码的 所储存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像你说基因是发育的一个程序 好像有点言过其词了吧 你顶多做到的是指定了这个钛链的 里面的阿基酸的序列而已 但是这离这个正常发育还差很远的 因为正常发育需要你那个 差点折叠成一个正常的 特定类型的这个三维结构才可以 这个反驳是这么说 反驳是说 DNA的折叠 它实际上是根据的是物理化学的定律的 也就是说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态链之后 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生化环境下 它就会发生自主的折叠 它就会自己就折叠成那个样子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基因确实它好像没有直接 发送什么信号 说你要怎么折叠是吧 是它所处的那个生化环境 依据某种特定的物理化学规律 比如一些策略集团之间的轻件的相互作用 或者是这种范德 我们说的那种范德瓦尔斯利的 范德华利的这种相互作用 是这些作用让它自己 就发生了这种特定的折叠 这个东西是由物理化学的规律来决定的 它不是这个基因所编码 所以基因并没有编码 这个物理化学规律应该是什么样子 它物理化学规律是 是外在于这个基因序列以外的一些东西 可能这个世界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规律 那么作者就认为说 我们要承认这一点 就是这些定律本身不是被基因所编码的 但是要求这个基因它必须要 把那个所有的这种物理化学规律 也要编码在里面 这似乎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就像是我们的一些程序是吧 我们的程序 我们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它也要依赖一些物理化学的过程 一些依赖于这个电 比如它依赖了这个电脑 这个硬件里面有很多这种物理的规律 它依赖于很多物理规律来运行 那这些物理规律是什么呢 并不是由这个计算机程序本身所规定的 计算机程序本身并没有告诉你说 电子在这个芯片里面 它是怎么样的去跑动的 这些东西是由物理规律来规定的 这个电脑程序一行的代码并没有规定 这个电子在这个电线里面 在这个芯片里面 它要怎么动来动去 这个东西不是它来做的 但是我们并不会因此就会觉得说 这个电脑程序它不是个程序 所以作者的反驳就是 这个要求好像有点过高了 就是要求基因连那个 具蛋白质进行折叠 所依赖的那个物理化学的规律 都要被这个基因的简积序列所编码 这个要求似乎有点过高了 那么另外一个反对的就是说 生物体它不仅仅是一堆蛋白质的集合 即使你现在解决了这个蛋白质折叠的问题 但是发育的过程 它不是一堆正常折叠的蛋白质堆起来 堆在那里 而是不同的蛋白质 它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合成出来 那这个 你这个蛋白质在什么时间被合成出来 在什么位置被合成出来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好像这个也没有真正的反驳掉 这个基因 基因组可以成为一个 发育程序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因为基因它之间可以形成复杂的层级结构 使得一些基因可以调控其他的一些基因 换言之 基因和基因之间也可以传递信号 就是那个信息传递 不只是停留在DNA的转录翻译 是吧 这个基因 把那个信号传给这个MRA MRA的传给这个蛋白质 好像不只是这样 基因和基因之间也可以传递信号 是吧 传递信号 比如说我们会说 基因 有些基因是一个结构基因 它是 它就是直接用来编码蛋白质序列的 但是还有一些基因 它是调控基因 操纵基因 它的功能不是说 我这里面 要直接要合成一个 用于组成身体结构的一个蛋白质 而是说它的作用是 来去调控其他的基因 当然这个过程中 可能也是涉及到这个基因 先表达出某种蛋白质来 再去 那个蛋白质再去作用到 其他的基因当中去 所以基因和基因之间 它是可以形成复杂的调控网络的 有一种层级结构的 所以说如果你认为发育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涉及到不同蛋白质 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被 以合适的方式 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被合成出来的话 那这一点似乎基因 它也可以储存 有跟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 因为它只要调控其他的基因 就可以让有些基因在特定的时候开启 然后合成一些蛋白质产物 我们举一个例子 老鼠当中与眼睛的发育有关的基因 老鼠当中有一个基因 它是跟眼睛的正常发育相关的 如果这个基因发生的突变的话 变成一个无眼基因的话 那么这个老鼠就无法发育成正常的眼睛 但是要注意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这样 比如说眼睛 无眼这种基因 这种名字去命名这样的一些基因 但是并不是说你的眼睛 就是由这个基因给合成出来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说这一个基因 它就负责把你的整个眼睛给 它转入翻译出来的蛋白质 就能够做成你这个眼睛 不是这样的 而是说这个基因 它对于眼睛的发育至关重要 就这个意思 不是说不是说这一个基因对应着你的一个眼睛这个形状 不是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你将没有发生突变的这个基因 从老鼠当中 你把它提起出来 转移到正在发育当中的果蝇胚胎当中 并且在某些特定的部位去激活它的话 这个部位就会长出果蝇的副眼 就是你把老鼠的这个跟眼睛上发育的基因 把它转移到这个 比如说你转移到这个 果蝇的那个胚胎发育的那个腿上 腿跟腿发育的相关的细胞上 那个果蝇的这个腿这个地方 它就会长出一个果蝇的眼睛 你的头像已经接受不了了 那这里面 我们似乎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基因 它可以发送一个信号 它储存的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说 它告诉其他的基因说 在这里制造一个眼睛 当然这只是一种那个拟人的说法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个基因在干什么事情呢 这个基因它其实上是在开启 和调控与眼睛的发育有关的其他基因 它其实让其他基因动起来 这个活跃起来 然后开始转入翻译 合成相应的蛋白质 所以说这一个基因 它是调控了很多其他的基因的 这另一个意义上说明的话 你的性状和基因之间 并不是一一对应的 并不是你的一个基因 对应的一个性状 而是好多基因都跟这个 一个性状的正常发育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建议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老鼠的基因 可以在果蝇当中发挥作用呢 这个很奇怪是吧 这明明是老鼠的一个基因 为什么你把它转移到果蝇当中 它也可以发挥作用呢 我们可以从演化的角度 来帮助一下理解一下 那么大概五亿年前的话 老鼠和那个时候存在着 老鼠和果蝇的共同祖先 这个共同祖先 它其实已经含有了 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老鼠跟老鼠当中 跟眼睛的正常发育 相关的基因的那个祖先 基因之间也可以有祖先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基因 它是可以通过复制的过程 是吧 可以产生这个新的基因 基因片段 所以基因之间 你也可以认为说 这个基因是这个基因的 这个祖先 是可以这么说的 你是可以找到 一个基因之间的普系关系的 那么老鼠和果蝇的共同祖先 它那里就有这个基因的祖先 那么这个基因的祖先 一开始在那个 五亿年前的那个生物那里 它可能跟光感受器 器官的发育有关 就是这个基因 在那个时候 它已经是在调控 跟这个光感受器 这个的发育相关的 一些基因了 它已经在发挥 那样的一个作用 当然那个光感受器 可能并不是果蝇的眼睛 也不是老鼠的那种眼睛 它是很原始的一种东西 可能就是一些感光细胞之类的 形成的一个组织和 或者一个原始的器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已经在发挥这种作用 也就是说那个基因已经在发挥 一个调控其他基因 然后去合成相关的蛋白质 最后发育出这样的一个感光器官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了 那么我们都知道老鼠和果蝇 它都是从那个共同组线那里 不断的这种演化过来 所以它们从共同组线那里 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基因 正是因为它们继承了这个基因 所以你会去发现 如果你真正的去把老鼠当中 跟这个眼睛的正常发育相关的基因 提取出来 把果蝇当中跟眼睛正常发育的基因 提取出来 你去对比它们的话 你会发现它们的简际序列非常相似 有非常微小的改变 基本上是没有大的变化 这也说明它们确实提供了一种证据 让我们相信它们确实是一个 从共同组线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片段 在以后过程中 当然会发生一点点的改变 它不可能说这个基因 只有五亿年一点都没有变化 也很难想象 它确实也会有一些微调在里面 一些特定的简际序列当中 但这个整个来说 这个基因片段是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那么这时候我们又要追问 就是如果基因是可以携带意义的符号的话 为什么有些基因可以五亿年基本保持不变 这个有点看起来是非常令人吃惊的 基因片段竟然五亿年 竟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因为你想想 如果我们的语言里面那些词汇 它也是可以携带信息的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语言 在几百年之间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那么这个基因它为什么就这么稳定呢 原因是在于基因之间 它可以形成复杂的层级调控的结构 如果一些基因它处于调控结构的上游的话 那么如果这个基因它发生了变化的话 它就会影响到很多基因的表达 那么它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为什么说它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呢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你的某个上游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然后它会影响到下面下游的所有的基因的表达 那这时候你的表现型 你的表观 你的表形就会 性状就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那么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这个生物它是逐渐的来适应自己的环境的 通过什么突变自然选择 这种长久的这种过程 来慢慢的调整自己 来去适应自己的环境 你看你这生物它已经好不容易的 差不多适应了自己周围的环境了 是吧 你好不容易差不多适应了周围的环境了 这时候你突然有一个上游基因发生突变了 然后让你的一个形状发生了距离的变化 你 当然有一些可能性是你突然变成超级赛亚人了 是吧 就是突然就特别适应周围的环境了 是吧 这些突变全都是好的突变 然后你变得这个整个种线当中 你是超级无敌的了 是吧 有这种可能 但这种概念非常的低 更多的可能性是 当你短时间内 一下子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之后 你往往变得不适应你现在所在的环境 那么即使有这样的这种上游基因的突变 在自然选择过程中 你也被淘汰掉了这个铁 是吧 留不下后代 所以说这是解释了为什么处于调控结构上游的这些基因 一般都比较保守 就是有 我们知道 就我们的基因组当中 有些基因是特别古老的基因 特别保守的基因 像这些基因什么 传递了五亿年 都竟然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原因就是在这里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例子当中 我们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基因 是吧 它携带了跟眼睛正常发育相关的信息 好像是挺有道理的 这个反驳理由四 那么如果基因可以携带信息的话 那么是不是环境也可以携带信息呢 这里作者提及了另外一个哲学家 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Dresky 他提的一个关于什么是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他说如果变量 A和另外一个变量B 必有相关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 这个B携带了关于A的信息 比如举个例子 是吧 我们说如果雨的出现 与某种特定类型的云的出现 具有相关性 那么这种云就携带了要下雨的信息 也就是说你每次看到出现了这个云 是吧 这个好像也挺有道理 是吧 你看到一些很有经验的一些人 包括一些特别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他看到一个这样的云 他就知道明天要下雨了 或者是要怎么样了 是吧 明天要有什么天气变化了 我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有一篇语文里面有一篇课文 叫做看云是天气 就是告诉你什么样类型的云 意味着这个预报了什么样的天气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某种特定类型的云和雨的出现 有一种比较强的相关性的话 我们就好像可以说 这个云携带了这个要下雨的信息 那么如果某种基因的出现 与某种性状的出现 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的话 我们似乎也可以说 这个基因就携带了这个性状的相关信息 比如现在如果在基因沙沙当中 发现有一个孩子 他具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基因 就有一个基因 他跟你的软骨发育是相关的 如果你有那个基因 一般都是个突变体 你有这样的一个突变基因 你就会软骨发育不全 你就会长不高 你就会短手短脚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似乎可以说基因携带了 这样的携带这个基因的孩子 将会软骨发育不全的信息 好像是挺有道理的 那么问题在于 其实我们在环境方面也可以这么来说 如果某个环境的出现 与某种性状的出现具有相关性的话 那么这个环境就携带了这个性状的信息 比如说营养不好的话 那么孩子就容易长不高 就会比较瘦 那我们似乎可以说 这样的一个环境 它携带了信息 携带了某种性状的信息 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的话 它就携带了孩子会长得比较瘦的 这样的一种信息 换言之 似乎对于这种信息的术语的使用 不应该仅仅只限于这个基因上 环境里面 就是周围的环境因素 我们也都可以使用这种信息术语去描述它 是吧 就是说我周围这个 氧气是吧 携带了我可以活着的信息 就是 就是这个反驳者 类似于一种 类似于一种 规谬的方法 就是说如果你要接受了这个东西的话 你似乎可以带来很多很荒谬的结果一样 就是说你可以说 你周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其实只要能影响到你发育的那些环境要素 它都携带着信息 携带着某种特点的信息 实际上生物学哲学中 确实有一波生物学哲学家 他们提出了一种理论叫做发育系统理论 Developmental System Theory 他们发育系统理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 就是要平等对待基因和环境 他们就是说 你不能认为基因具有任何 在发育过程中具有任何 就是privileged causal power 一种具有特权性的 因果能量 因果力量 它和环境是平等的 因为它的观点其实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你的发育过程是 既要受到基因影响 又要受到环境影响 既要受到nature的影响 又要受到nature的影响 nature就是补育培育 所以经常会有人争论 说是到底是基因发挥的作用更大 还是环境发挥的作用更大 因为他们两个同时在的作用 这个媒体上经常会有这种争论 传到这种 引起这种争论 就是nature versus nurture 这样的一个争论 那么 作者是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样的一个问题该怎么去回应它呢 Mainer-Smith认为就是说 如果从信息传递而言的话 在基因和环境之间做出这种区分 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 用信息性的语言来去讨论基因的作用 但是不用这种语言去讨论环境 这种有一种不对称性是吧 就是我们一般生物学家会喜欢用信息性的语言去讨论基因 但是不怎么用信息性的语言去讨论这个环境 他说这样的一种不对称性 如果你想要让成立的话 这种得得以辩护的话 那只有在这样以下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辩护 那个辩护就是说 当我们在生物学中使用信息概念的时候 他是用来讨论具有特定异象性特征的原因的 所以他认为基因是带有某种异象性的cause 基因是带有某种异象性的原因 但是他认为环境不是 它可以是一个cause 但是他认为环境不是携带某种异象性的一个原因 所以他说 如果你可以论证这一点的话 那似乎生物学家喜欢用信息来讨论基因 但是不喜欢用信息 不怎么用信息讨论环境 这种做法好像可以得到辩护 就是因为他们俩之间 好像确实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一样 就是说基因它携带了 关于某种异象性的特征 但是这个环境 它不携带这种异象性的特征 他接着又说 什么叫做基因 它可以携带这种异象性的特征 比如在生物学当中 我们当说A携带了关于B的信息 他说一般我们意味着 A之所以有现在的形式 是因为它携带了这种信息 比如说一个特定的DNA分子 你看到它 你发现它有这种特定的这种序列 是因为它可以指导 一种蛋白质的合成 这个其实就是你可以 回到这种自然 整个自然选择的框架上来理解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看到 你的DNA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片段 这个片段 你就会问 这个DNA分子 为什么有这种特定的这种片段 它为什么存在这种特定的这种序列 为什么这个种学中 绝大部分的个体里面 这个等位基因这个地方 都是这种序列 那一个解释的原因就在于 这样的一个序列 它可以指导 合成一种特定类型的蛋白质 那么这种特定类型的蛋白质 在你的 可以让你表达出一种特定的形状 而这种形状 在自然选择的过程当中 是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优势的 所以能够产生这种蛋白 指导这种蛋白质合成的 这种特定的DNA序列 就被自然选择所青睐 所保留下来了 那通过这个繁殖的过程 那么下一代当中 还有这种DNA片段 这种序列的个体就变得更多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DNA分子 它写在那个信息 就是它指导蛋白质序列的 那个信息本身 它的这个结果 它的这个作用 这个结果 实际上是它得以保留 并且继续持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正是因为我这个DNA分子 可以和指导合成这样的蛋白质 所以我才能够在这个种群当中保留下来 而且会变得 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说他这里说 一个DNA分子有特定的序列 是因为它可以指导一种特定蛋白质 但是乌云之所以是黑的 并不是因为它能下雨 就是这个乌云它就有某些属性 某些特征 或者是甚至我们 我们进一步说这个乌云之所以在那里 并不是因为它有一个效果可以下雨 这个下雨的效果保重它的存在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会认为 这个乌云 它确实你可以说它携带了下雨的信息 但是这种信息 不是不具有他所说的这种异象性 不具有他所说的这种异象性 就是乌云的存在 或者乌云具有某种属性 并不是因为它能够带来下雨 但是DNA分子是吧 它可以保留这样的序列 它可以存在 甚至是它这种具有特定序列的这种DNA分子 可以在种群中之外 可以得以保存和存在 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指导某种特定蛋白质的合成 它带来的这个结果是吧 进一步保证了它可以继续存在 在这个种群中尺寸 甚至进一步扩大它的比例 所以他认为说这两种 你虽然用DRACKET的那个说法 都可以说它们携带了信息 但是它里面携带的是不同类型的这种信息 同样的环境 你似乎也可以说这个环境可以影响你的发育过程 所以它环境作为一 cause 作为一个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携带信息 但是它不是携带了这个 这个DNA分子里面那种信息 具有异象性的那种信息 而它进一步通过一个举了一些例子来 帮助我们去接受它的这种论证 它说有一种游戏叫做胡奇 比如说这其实就是一个方格 对左下角这个小球代表一只狐狸 对右上面的这四个小球 代表可以认为是四只猎狗 那么我们这个游戏怎么来玩呢 就是分为两方 每一方都每次只走一步 这个如果你选择是狐狐狸这一方的话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的目标是我最后要走到最上面这一行当中去 这是你的目的 如果你这个走到上面了 你就赢了 但是你走的时候你只能斜着走 你只能斜着走一个 你如果是这个猎狗这一方的话 你的任务是什么呢 你的任务就是需要堵住它 堵住这个狐狸 不能让这个狐狸走到最上面去 你也可以调控 你可以每次只操纵这四个球中的一个球 让它斜着走一格 那么最后的你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东西给堵住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现在这个狐狸在这里 有三个球在这里 一个两个 这三个球在这里 这个它就被堵住了 它走不动了 没办法走 其实它只有一个球在这里就能把它堵住 因为它只能斜着走 你在这里有一个绿球 它就把这个狐狸给堵住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假设啊 有一个程序员 他写了 他要写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最后可能就是1010 这样的字符串 写了一个代码 这个代码呢 它的作用是去规定了说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要怎么走这四个球 就是你写一个代码来 来让你操控这四个球的运行 然后 你假设你设计十种不同的代码 十种不同的代码 那每一个代码都去和这个狐狸去玩这个游戏 看看哪一种代码胜算的概率比较高 比较有胜算 如果你选 从中选出一个表现最好的那个代码来 然后你把这个代码呢 再复制十遍 然后在这十遍的基础上 你对某一些代码作为一个轻微的调整 让它变得 当然你这个调整 你不知道它会变得好还是不好 因为它能表现得好还是不好 关键是你要让它去跟这个狐狸去玩 去瞎这个棋 你才能知道它表现得好还是不好 所以你可以对这十种都每次做一个微调是吧 让它们都变得不一样 然后再去让它们依次和这个狐狸去玩这个游戏 看看谁表现得更好 然后你再把那个最好的再选出来 然后你再复制它十遍 然后再做微调 这过程当中最后你能选出一个表现非常好的一个算法来 当然这个算法 它是用一些字符串来写出来的 最后你要把它输到这个电脑里面 让它可以运行 然后跟这个狐狸去下棋 然后它现在 它的结论是说 在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 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 这个程序 就是这个字符串 它携带了信息 或者指令 这个程序 而且这个程序它体现了编程者的意图 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代码的时候 它其实携带了让你说每一步该怎么走的这样的一个指令 是吧 同时它好像也体现出了一种意图 就是这个设计代码的这个人 他其实是想赢这个游戏的 这是它的意图 那意图就是我希望能够设计出这个代码 让我能够更好地和这个狐狸下棋 能更好地堵住它 然后赢得这个比赛 这是它的意图 它说 你如果接受这一点的话 我们现在做个调整 你不要放一个人在这里面 不要放一个写代码的程序员在这里面 你把这个东西换成自然选择 你设想一下 就是这个生物 它有这个 它有不同的 它这个DNA序列就像不同的代码一样 像不同的0101样的字符串一样 这个字符串可以指导着 你如何去合成蛋白质 那这个时候自然选择 它会选择说哪些字符串表现得更好 你可以认为合成蛋白质 最后表达出某种形状 是一种和周围环境进行博弈的一个过程 那么最后 这个自然选择 会选择出某种特定的DNA序列 然后 然后 让携带这种DNA序列的生物 得以生存并且 繁殖 然后 这个繁殖的过程就类似于 把这个字符串复制成不同的字符串 的过程 这个繁殖的过程 就是你把这个DNA 不同的不断的复制 形成不同的DNA 这个片段的这种过程 然后 然后这时候 DNA可能会在复制过程中发生突变 这个突变的过程就类似于 一个程序员在修改代码的过程 然后 突变完之后 你就让它们继续去发育 是吧 合成蛋白质 然后再和周围的环境进行博弈 然后 然后自然选择来决定 哪些DNA序列表现得更好 然后把它保存下来 这个过程循环往复 它产生的那样的一个结果 它说如果我把这个结果拿给你看 把这个代码或者这个序列拿给你看 我不告诉你这是自然选择带来的 还是一个程序员设计的 他说你实际上是没办法分别的 你没办法分别出 这样的一个序列 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是吧 这样的一个程序 它到底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一个程序员 把它给改出来写出来的 还是自然选择 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 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说你难以区分的 所以说如果你认为 程序可以携带信息 是吧 可以有指定 可以体现某种意向性的话 一种意图 是吧 这个程序是为了干什么 这个程序是为了赢 为了赢这个胡奇这个游戏 那么当你看到一个DNA序列的时候 你似乎也可以做这样的解读 这个DNA序列它是有信息的 这个信息是什么 是为了合成这样的一种蛋白质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解读 这里它做了一种类比 这左边是下棋的 右边是个生物的 这个生物这个DNA的序列 可以 这里不太清楚 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DNA序列 最后合成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 在这个 一定的情况下 最后就会变 折叠什么的 最后形成某种特定的形状 这个性状就会使得 这个生物在这个环境中 它是可以生存 还是不能生存 能不能繁育 生存并且繁殖 这样的带来的一个结果 就是这种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就会让 有一些基因DNA的片段 可以进一步的复制 有一些可能就会被淘汰掉了 然后这个过程 不断地循环往复 然后这个DNA的序列 它就不断地在进行调整 不断地被进行调整 那在这过程中 当某一天 你看到这样的DNA的序列的时候 你似乎可以认为说 这里面这个信息 它这里面这个DNA序列 它确实写在了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关于 它编买蛋白质的那个信息 而且你会觉得说 这里面有一种异象性 就是这个东西 它是为了 这个DNA序列 它是为了要实现一个功能的 实现一个目的 当然这里面说的这个异象性 不是说我们人的这种 精神状态这种感觉 就是我们人有一个精神状态 这个精神状态是有一个异象性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 是说 刚才我说的那种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DNA序列 它是指向一种特定的功能和目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自然选择所保留 所带来的 所以基中类比我们可以说 DNA携带了由自然选择所设定的信息 这些信息编码了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那DNA及其合成的蛋白质 携带了关于生物发育的指令和程序 自然选择可以改变基因组当中的信息 讨论基因组中的信息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们生成了能够在某环境当中生存繁衍的生物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图景之下 环境和基因有什么差别呢 作者认为 环境在这个图片当中 它被当作是一个通道条件 就Channel Conditions Channel Conditions 在这个地方发挥作用 在这个部分发挥作用 在发育的过程当中 环境也是发挥作用的 因为这个地方是发育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环境它实际上发挥了相当于一个通道条件的作用 就是你一个信号传递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通道 它发挥了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个通道条件的话 进一步可以区分为物理定律和局部环境 物理定律和局部环境 物理定律是不变的 它就是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 就是那个样子 这个不会改变 但是局部环境是可以改变的 局部环境是可以发生微老的 你周围的温度啊 湿度啊 这些降雨量啊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 它认为这些改变 它是噪音的来源 不是信息的来源 因为它会觉得 DNA片段中的每一个序列上的 每一个位点它的变化 它实际上它不是随便变的 它不是 它不是就是 这个像一个噪音一样 什么随便变的 它之所以会发生变化 当然就是最后这个 刚开始那个突变 是可能是随机的 但是它这样的一个变化 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 并且能够在这个种群当中 扩散并且占据主体 最后形成这个种群中 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序列 这个东西 它不是随机的 它是自然选择 有方向性的这个变化 但是它说环境没有这种东西 环境 你周围的环境在变化 当然它是 它也是依赖于一定的 物理化学规律了 是吧 整个环境的变化 它不是这个 神神秘秘的 它也是有一套 这个生物化学的规律 但是这个规律 带来的这个结果 好像是没有什么 这种局部环境的变化 更像是一种脑洞 一种随机的变化 它没有 它没有记载什么 就类似于像自然选择的过程 所筛选出来的 那样的一个 那个一个信息 在这个意义上说 它说 环境的这些改变 是噪音的来源 不是信息的来源 它说 你看 这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会认为说 是基因提供了 发育的程序 发育的这个信息 我们不说环境 承载了发育的程序 发育的信息 我们很少这么说 这是因为 它说环境的这个变化过程 它好像没有自然 就是基因所经历的那种 自然选择的这种过程 各位提供 你同意吗 你觉得它这种 辩护有道理吗 大家想一想 一个可能的一个结果来 一个可能的反驳来自于 所谓的生态位建构 我们应该提到过这个概念 生态位建构就是 生物改变自身环境的这个现象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 所以生态位其实就是 生物得以正常发育和 经受自然选择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里面的要素 它们的集合体叫做生态位 比如说 鱼生活在河流当中 那么河水就是它的 生态位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如果生物可以改变 自身的环境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 有一些环境的改变 它不是随机的 它不是某种随机的劳动 它是有方向性的 比如说当河里 建了一个大坝的时候 那个坝的形成 是一个环境的改变 但这不是一个劳动 这不是一个随机的变化 它是很有方向性的 鸟儿柱巢 这个巢穴 它是环境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巢穴 它是很有规则的 它也不是一个 扰动扰扰随机 环境随机到扰动中 自己变出了一个来 不是这样 它是很有方向性的 白羽的巢穴 我们上节课刚刚讲到 白羽可以解释出 一个非常复杂的 可以用于通气的 促进巢穴内部 通气流动的 那么一个建筑 这些东西都是环境的改变 但它们不是随机的劳动 那么这些环境 难道不能携带信息吗 当你看到一个 大坝的时候 河里建的大坝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个 鸟儿柱的巢的时候 当你看到一个 白蚁的巢穴的时候 这些东西不能够 提供信息吗 好像是可以 他们好像可以提供信息 这个信息不光是 给我们提供说 你看到他们以后 你知道这里曾经有个鸟 曾经有一个河里 而是说 对于那些生物来说 当它遭遇了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一些信息 就当一只鸟碰到一个巢的时候 或者当一只河里 它碰到一个有大坝的这样的一个池塘的时候 它有没有在某种意义上 从那个地方也得到了某种信息呢 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发育过程 也就受到了这样的一个 已经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定向的影响呢 很多人认为是是的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很多时候过于把环境当作是一个随机变化的一个东西 没有任何规律的东西 但很多时候环境本身它是可以储存信息 承载信息的 就像是你生活在一个书香门第的时候 是吧 你出生的时候 你周围放满了书的时候 这个环境它本身就向你传递了信息 它是一个信息的来源 好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先休息十分钟